今日同一個時間 有新聞界慶祝國慶酒會 記協主席就要上庭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 本台多媒體主任陳朗昇 勝過被警方起訴阻差辦公罪 今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勝過身穿一件背後 印有新聞自由的黑色T-shirt到場 他被控一項阻差辦公罪 和一項作為交替控罪的阻礙公職人員罪 勝過否認控罪 案件押後到明年4月25日再訊 排期到5月16日至17日審訊 換言之勝過下星期四 29日會預期出發到 英國牛津大學路透研究社 參加為期半年的學人計劃 主力研究直播新聞 主任裁判官羅德傳認為 今次與其他相類似的案件 沒有特別大分別 沒有涉及暴力肢體接觸 案情不是特別嚴重 讀書時間亦不是太長 沒有需要離境限制 派准他以2萬港元保釋 要申報在港的居住地址 去到英國亦要提供當地住址 和聯絡電話給警方 聖哥上庭後接受傳媒訪問 對可以如其撫嬰感到意外 我是意外的 我覺得法庭要做這些決定是艱難的 但感謝他們都做這個決定 案件源於今個月7日 聖哥和攝影師到旺角麥花省場館 準備採訪元朗朗平村業主大會前 被旺角活動管理組的警務人員截查身份證 當時警方指聖哥表現不合作 拒絕出事身份證 多次勸喻和警告不果 被帶到旺角警署 扣查接近11小時才獲釋 香港外國記者會 亦曾就事件發表聲明 敦促當局處理案件時候的透明度 同時聲明支持記者 免受被檢控和騷擾恐懼的採訪權利 不同外媒亦有報導事件 有記者問到聲哥怎樣看現在香港的新聞自由情況 你有沒有受邀行新聞的走會 以我所知就沒有邀行 今日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香港新聞界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73周年的走會 之前的時候說 香港是法治社會、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受基本法充分保障 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適用在香港的有關規定 看到出席走會的新聞工作者 都是熱愛祖國和香港 希望透過客觀公正的報導和評論 推動社會進步、改善人民生活 他有指要提防有人假借新聞工作 從事違法行為 希望新聞界從業員明辨是非 遠離偽裝媒體